繼續來看到我國的柔道王子楊詠偉 他首闖奧運就奪下了銀牌 更是臺灣奧運史上的第一面柔道銀牌 那麼來自臺中厚禮的楊詠偉 他成為臺灣之光 這也讓臺中厚禮的店家餘有榮焉 所以就有花式的業者 為了慶祝他奪牌 推出了臺中市民賞花 門票半價的優惠 還有網友找出了楊詠偉 在高中時期參加了外景節目的影片 當時就已經展現出他優異的體能 你叫什麼名字 詠偉 這個名字這幾天在全臺掀起順風 沒錯他就是東奧柔道的銀牌選手楊詠偉 一臉青澀的模樣 這是楊詠偉高中時期參加外景的節目 當時就展現了優異的體能 他單靠臂力抓著攀岩有據伸手腳劍 一十三秒的成績爬完全程 當年的柔道少年成了台灣史上第一位 奪下柔道獎牌的選手 你學什麼運動 柔道 柔道 難怪 難怪手很有力量 來自臺中後裏的楊詠偉寫下歷史 讓後裏的店家好開心 推出優惠慶祝後裏之光拿銀牌 今天就是慶祝我們那個後裏之光 然後楊詠偉他的奧運的銀牌 大片華海隨風搖曳 民眾拿出手機和花朵合影 後裏的中設觀光花式 慶祝楊詠偉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推出台中市民門票半價的優惠 響應台中之光 多得那個獎牌這樣 就那個楊詠偉是我們後裏人 我們後裏之光 只要是台中市民拿著證件 就享有門票半價 不少民眾就衝著優惠而來 身為後裏的一半子 我們要同喜同賀 所以我們推出了 台中市民入園賞花 對於享與半價的優惠 到8月31號 同樣也是因為楊詠偉奪 奪銀牌給優惠的 還有這家飲料店 飲料店業者寫下來自後裏的楊詠偉 奪銀牌 招牌飲品滿一送一 這波後裏之光的熱潮 還會持續席全台 華爾街宣傳媒 趙雲光台中報導